精彩了 圓越营收表现不错的 怎么样打带跑 刚刚正化老师提醒大家 营收优于预期之外 最重要的是股价要有所表现 然后操作短打 下一张怎么样定义 营收表现不错 其实工作天数少 留意一些民检暗增 也就是说 如果说比上个月减少没有关系 MOM减少没有关系 但是YOY如果增加 比去年同期增加 那也是营收表现好的公司 举了四打 下面四打 钟老师怎么操作呢 接下来就是怪物等级的 当今应该是盘面上 最强的这几支股票 为什么叫怪物等级 本来圆月就没工作几天 还比12月月增 年增又爆发 那最强的几支 当然我们看到航太领主件 这支股票 本身是做航太领主件 机构建 那因为成交比较小 但是他本身 这个就业绩很好 他走势就是沿着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走 那这种股票 通常一般来讲 注意 就是说涨多了以后 他会有一个震盪 那震盪大部分横盘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你要等股价 常有一句话说 等十字均线 或等五字均线 买点得不到 就用我刚刚跟各位讲那一招 抓大量拉回来 乘以零点二六 四分之一 抓大量拉回来 然后乘以大量的零点二六 对 从他不供那天开始起算 那个大量 常常会买到这种凹洞 因为你不找这个凹洞 你找不到下一次的买点 退而求其次的话 就是找到有拉回的时候 所以刚刚如果以这根算的话 那个凹洞大概就可以买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而且最好是买黑棒 或是买长上以线的隔天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好像很危险 其实反其道而行 好 那第二就是 我们看到材料KY 这大家真是怪物了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1月的时候再创新高 那这个月增年增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有洗过一次盘 就是在前天的时候 洗过一次盘 洗完了以后 刚好假破这个十字均线 假破十字均线站回去 所以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 如果所有的讯号都一样 看他的反应 常常说破十字均线是卖点 要看破十字均线的反应 他反应如果是不跌的话 就像今天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创意 还会再拉上来 好 那就更新 这个是网通跟车店的检测 这个今天刚刚创新高 但成交有点大 怎么解读今天大量的上影线 我认为这是换手 那有一些人呢 他短线就是今天有冲到的 先出一趟 这个也是一样 明天开盘 如果在今天的最低点的上方 七十二小时之内再公告一次 如果明天开盘 在今天 昨天最低点的上方 就礼拜二的低点上方 这个礼拜有机会再公一次 对对对 所有上影线都一样 以后我再跟各位讲 现在有一招叫上影线选股法 我发明的 我讲真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 云品 那这个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 云品的话 除了日月潭内建的话 他本身还有移工嘛 就是那个军品 那些其他方面 对 所以那这个就是 这里要注意 为什么特别讲他 就是说 这几支啊 像什么老爷资本 那些 就大家都知道 你营收一定是很好的 对 所以你的股价要涨 你说说 大家知道你很好 那你没有涨的话 他可能就会陷入一个横向整理 OK 就只能够往前攻 过河组嘛 那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了解 好 谢谢郑华 请先回座了 这些都符合 圆月营收表现量 而且股价也有动的 有没有续航力 接下来都有机会 刚刚郑华讲到一个叫做 周日初级的操作策略 在稍后节目当中 会告诉你 到底怎么样 周日初的操作策略 能够抓到最好的进场点 好 不过还记得吗 昨天告诉大家说 金管会接下来 针对了金控业的配八股利 要记出了三大禁令了 于是我昨天好担心 存股组怎么办呢 手中现在有的 或打算要在今年开始 开始进入存股的 怎么选股 于是我就打电话 请金龙帮我算一算 今年各家金控股的殖利率 到底表现如何 一算出来 金龙请您上台来 哎呀 不得了了 我们先听听看好了 三大禁令到底有哪三大禁令 对首先你要了解这个金融 金管会对金融业的这个鼓励的三大禁令 有什么样影响 你就必须得去了解 就是一家公司 他又凭什么可以发放鼓励 那导播其实给我一个白板 其实我们鼓励 其实他发放其实有公式的 这个公式就是 要能够发放多少鼓励 他必须要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其实就是公司的盈余 盈余的部分 第二个其实就是公积的部分 那盈余是怎么来的 盈余其实就是一家公司 他的获利 他的获利 然后减掉法定规定要保留的盈余 获利然后减掉法定 现在要保留的盈余 对那法定规定要保留的盈余 是10% 比如说假设一个金融业 他的获利是100亿 那他法定要保留的盈余 其实就是10% 其实就是10亿 所以他剩下来的90亿 这个其实就可以 董事会就可以来运用 那一般而已 扣掉的法定保留的盈余之后 剩下来的钱 他可以运用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 应该第一种就是债投资 就是在公司我就债投资 第二个我就是还债 我要把钱还 把这个债务还掉 那第三个就是发放股利 发放股利 就是回馈给股东 就是股利了 回馈给股东 所以这个这是鼓励的其中一个来源 那至于这个公鸡 其实叫做资本公鸡 那资本公鸡主要的来源 就是公司发放新股 假设一家公司他发放新股是 每股100块 但是股票的票面价格 其实只有10块钱 那多出来的这个90块 他就会回到这个资本公鸡里面 这个就是资本公鸡 那这个资本公鸡他的运用 其实就是他可以用来当作发放股利的来源 那这个法定的保留余 只能用在弥补亏损之用 他不能用其他的用途 所以了解了这个股利的这个来源之后 你接下来再来看 整个金管会的三大的净利的政策 第一个他的三大经营政策 就是获利嘛 然后减掉法定的盈余攻击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你一般的股利的一个发放的来源 就是从盈余来分配 但是他现在除了扣掉这个10%的 法定的盈余之外 他还多了一个限制 就是他还必须得扣掉 金融业他们投资股票跟债券 可能目前涨上还未实现 最后可能会导致净值亏损的一些影响 因为去年全球股债都跌 所以可能亏损比较严重一点的话 他们就需要扣掉账面上已经亏损的 对这个是多出来的 我们按照我们上一个白板上一组解释的 没有出现 没有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影响会很大 大家来解释 像目前金融业的这一块 是非常巨额的亏损在账上 OK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他有提到说 以2022年的获利为限 我不能用先前所累积的资本公积来加码 刚才不是有提到鼓励的来源 除了盈余之外 还有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 所以现在不行 所以他的第三个限制就是 我连资本公积你都不要考虑 你就全部只能以他的获利 来当作你发放鼓励的方式 那这是第二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些公司 可能金融业他发不出现金鼓励 没关系我可以偷家包 我发个股票鼓励 那也许可以做一个权衡之计 但是金管会他最新的禁令 虽然还没有很明确的公布 但是目前看起来 他可能连股票鼓励 都必须得受到此限制 那这张图其实只有六家受险业 他2022年的税后禁令 你看应该是2020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第三季 基本上还是有赚钱 看第一季赚了1091亿 第二季赚了1773亿 第三季也赚了2444亿 那这个获利指的就是他们 就会计上所呈现来的获利 但是我刚才不是有提到说吗 这他们有很多账上未实现的 那账上未实现的 有分为三个类别 一个叫做OCI的金融资产 一个叫覆盖法的金融资产 另外一个还有摊销后的成本金融资产 那基本上这个 这前面两个比较像是投资股 股票或者是基金还未实现的亏损 那后面这个比较多是用在债券 投资债券还未实现的亏损 那我们直接看最后这一项好了 第三季 这是最新公布的数据 那前面这两个OCI的金融资产 跟覆盖法的金融资产第三季 去年第三季累积的账上的亏损 其实就来到了9616亿 加上6394亿 合计就大概是1.6兆了 然后如果再把那个债券的部分 摊销后的成本金融资产 3.3兆 加进来 加起来就快5兆了 那是2022年受选业 他们的获利才1424亿 所以要能够发放股利 就是获利扣掉法定的保留的盈余 在现在还多加了扣一个 这个未实现的之后 还有钱可以配吗 没有 看起来应该是 目前还有一个 桌金见轴 目前还有一个第四季 第四季应该会回升一些 但是这个看起来 其实应该目前的 因为它的这个账上亏损 其实高达5兆 未实现的高达5兆 所以根本是没有办法 去达到配股的一些要求 来我们回到第一章 如果现在账上的亏损幅度这么的大 的确这个股债投资 导致的净值亏损 就已经让现在鼓励桌金见轴 几乎是发不出来了 还没有加上这个 还没有加上不能用资本公积 来加码8股利 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 各个金控族群的殖利率 大概现在剩下多少 剩下多少 我这边上面所秀的 是最乐观的情境 什么叫最乐观 就是只考虑这个禁令3 所谓禁令3 就是以2022年的获利为限 然后不能用先前的资本公积 来发放股利 所以没有把那个账面 那个资产减损 第一个那个最大 没有把它算进来 然后呈现出来的 14家金控 殖利率最高的 以2月7号的股价来看 预估应该是永丰金 也只有4.45% 最乐观的情境之下 如果不把账面上的资产减损 给算进去 殖利率最高的永丰金 只有4.4% 对 然后像这个 像元大金 只有3.95% 第一金只有3.93% 和库金是3.61% 中信金是3.43% 华南金是3.37% 开发金是3.21%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还包含了这个 赵峰金 这个是3.05% 然后台新金2.51% 国泰金2.04% 然后玉山金是1.96% 富邦金是1.66% 国泰金是1.60% 新光金是0.3% 但没有纳入进来 比如说什么中信金 没有纳入进来 那个都是在排行榜以下的吗 这全部都在里面 然后这个上面所呈现的这个数 这上面所呈现的这个获利 这殖利率 其实是最乐观的 因为按照刚才所提的 这个2022年的EPS 比如说国泰金是赚2.58% 那如果考量它2021年的 盈余配发率是33.85% 它应该今年应该可以发0.9% 但是这个是以2022年的获利为限 它如果再考量它这个未实现的部分 那这个0.9%最后可能会配发不出来 那我们做一个结论 今年的金融股 以殖利率来说 还有存股的价值吗 当然从殖利率的角度来讲 它没有存股的价值 但是如果你从价差的角度来讲 或许它有机会突然运转 因为毕竟去年一整年 其实以受贤为主题的金控业者 他们经历过非常大的一些 营运上的挑战 那股价也大幅的修正 所以我现在投资金融股 其实你已经不要再去期待 它的殖利率 因为殖利率目前看起来 最高的大概4% 大部分可能都只有3% 甚至很多的一些指标 像预算金都只剩下 不到2%的状况 所以你期待它的殖利率 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那反而要去看他们未来的股价 有没有持续回升的机会 是 好 谢谢庆龙请回座了 非常感谢庆龙在昨天 帮我们做出这个大预测 回到了第一章 昨天这媒体预测的禁令 一出来之后 金管会第一时间说 还没有 我们现在还在研议当中 所以有没有这三大禁令 还不知道 但是庆龙帮我们一一的列出来 如果真要符合这三大禁令的话 到底金融股的殖利率 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 这个影响是最大的 去年在股债的投资 亏损这么的多 现在只是账面上的数字 如果真的回推回来的话 那可能各家金融股要 发放股力都是捉襟见肘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庆龙仅仅用 如果这个禁令是真的 不能用资本公积来加码 只有用赚的钱来配发股力 到底这样算下来 也就是所有金控族群 最乐观的殖利率 到底会呈现如何 最好的 总封金第一名 殖利率也只有4.45% 所以庆龙帮我们做一个结论 今年存股足 如果要用殖利率 去投资金融股的话 或许要再三思而后行 但是有没有机会 有哦 如果个股有题材 有操作的价值 没有投资的价值 有操作的价值 有没有兔来运转的机会 就值得深思了 永远给你做参考了 好 下一段的节目 回来之后 我们要告诉您 元宵果然上个礼拜 提醒观众朋友 就会变盘 节气真的很灵验 那下一次的清明节呢 元宵到清明节 台股的剧本 到底会怎么写 谁有机会综合全场 休息一下 我们请教转假 请教转假